來關心全球現場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美東時間的26號 將要在喬治華盛頓大學 發表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 而拜登也表態 願意用軍事捍衛臺灣之後 布林肯是否會在這場演說當中 提到臺海議題 也額外引發外界的關注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 布林肯將在演說中強調 拜登政府對中的政策 會延續川普時代的做法 報導也指出 拜登的政府挑戰 在確保他對中政策 能不能獲得國內 甚至是國外政府的接受 也將取決於美國在亞太地區 建立聯盟還有夥伴的關係 根據了解這次的演說 不會提到細節 完整的內容也不會公開 還要來看到的是 美國德州小學爆發了槍擊案 美國總統拜登 當時剛好結束了亞洲行 搭乘空軍一號返回美國 而他也在白宮發表了相關的談話 帶您一起來看拜登總統的說法 國安伯父政策 國安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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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是不再是同一样的 生命是像一块的心 弄回你的心 当在神的名义 我们将来站在武器 当在神的名义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股肉需要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跑出了 eighteenth月快要开始 洱立等望 unload bulan 我送了一个公司 用糕满动物红柄 我们在两天正在hoppy 化学户说明 现在各国还在监控这个猴豆的疫情拉警报 主要的话呢 西班牙跟比利时有两场危险性的派对 这恐怕是让疫情扩大的主因 美国也出现了感染者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大家都应该重视这样的状况 而未来美国也会提供密切接触者打相关的疫苗 猴豆疫情扩散全球 民众该恐慌吗 目前WHO官员把已开发国家散播的猴豆疫情 比喻为可控制的随机事件 导火线恐怕就是西班牙和比利时 两场大规模危险性派对 专家指出过去猴豆主要在动物间流行 而且从未在非洲以外地区引发广泛爆发 美国目前已经出现多名确诊或是疑似个案 都是有相关旅行史的男性 病例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拜登政府已经斥资台币大约35亿采购疫苗 预计让密切接触者打疫苗预防 研究数据证实天花疫苗对猴豆也有85%的防护力 其中丹麦疫苗厂商开发的一款天花疫苗 更同时具备预防猴豆的效果 已经加紧赶工生产 社会专家也安抚民众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猴豆病毒出现变种 认为在非洲以外地区爆发的猴豆疫情 都处于可控制范围 不需要大规模注射疫苗 只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从事安全性行为 就不用过度担忧 记者综合报道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8坪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好 谢谢大家